做一個作業 我會告訴你們要畫什麼 不用緊張 不要背這個圖片 就是其實重點在哪裡 我都穿到line群組 重點是這個東西 重點是這個 所以 這個你只要畫輪廓就好 這個是輪廓 輪 廓 所以說這個 這個你只要把輪廓畫出來 然後主要是專攻這個 耳朵的飾品 然後70%用畫 30%你可以用黏 黏針的東西 我先畫一次 這樣很清楚 我就選這一張 因為我覺得這張很漂亮 很漂亮 也是這樣頂天立地 就它圖怎麼樣你就畫跟它一樣 你不要圖這樣 然後你畫這樣小小的 這樣 就照畫 也是這樣畫的時候就先夠外輪廓 下筆輕一點 你不要下太重 你看這樣做就抓住它那個輪廓 好,視頻在這裡 快速的抓 好 我們先知道它的範圍這樣 別急著畫細節 好,有沒有,你先確定它大概的範圍 好 沒問題的話就開始畫細節 我畫細節給你 這個角輪廓就好了 就訓練裡面 這就是訓練裡面 就是輪廓線 然後第二個就是畫這個裝飾的飾品 還有你的黏貼 30%怎麼去表現 就是畫跟黏貼怎麼樣做結 一定要貼 對啊,還是你全都要用畫 嗯 畫 好,下筆不要太重喔 因為你還要慢慢弄一條 不行 好,下筆不要太重喔 我也是先把它的重要的 五官先知道位置在哪 我畫錯的是塊面在畫 拉紙先畫那個塊面 先知道位置在哪 就要像蓋房子一樣 先蓋外面 然後最後再調整 肩膀 再確認一下 再確認一下 在這裡 一般我都是兩個點 再確認一個位置 兩點確認一個位置 然後順便勾圖 然後順便勾圖 不知道現在總共傳的好像八張圖 你就自己選一個 有感覺 邊看邊畫 好 有沒有,你也知道 然後知道它 你的視頻的動態大概在哪 這是一條蛇 在這裡 然後 因為現在後面都是羽毛 有沒有 就是要位置 先把它位置不要空 確定位置沒問題 大概只花細節 這是孔雀 你看這樣位置就知道了 你看這樣位置就知道了 這邊還沒有 有沒有 這樣位置就知道了 對啊 蛤 你說我畫太快了 好,有沒有 然後你就 你就是 記住我講的 購圖沒問題了 再開始上色 然後這個都不要上色 我這個只要輪廓線就好 然後你主要是專攻這個地方 耳朵這邊的視頻 百分之三十用 百分之七十用畫的 百分之三十你可以用貼的 就是你畫跟貼自己 自己活用在一起 欸不一定要貼 如果你真的畫畫很厲害 你都用畫 謝謝 謝謝 謝謝